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提出了六大诉求 第四大诉求就是创新 我们要用创新的态度 来把中国国民党做一个全面的革新 这个创新包括很多的层面 第一个呢 在我们现在组织所产生的方面 比如说我们的中常委 我们的中常委 它其实已经不是所谓的以前戒严的时期 而中常委所扮演的角色 是应该充分的反映民意 所以中常委的诞生 是应该用党员来直接选举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呢 党的整个一个联系方面 各位知道 随着现在的网络的发达 现在其实透过网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我们一些小组会议 我们可以用zoom meeting 或者用一些google meeting 像一些这种现代化的东西 我们要来扮演一个 帮忙我们辅助的角色 第三个 党呢 要打造一个网络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的过程中之后 将来任何人的参选 可能网络上都可以发表他的证件 透过这个网络 大家可以进行政策的一个辩论 可以节省的时间 以及节省成本 然后让整个党员 可以在党的候选人的情况中 可以充分的参与 这是另外一个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来讲 党的投票 随着现在网络的发展 其实我们要做到不在级的投票 甚至有些东西 我们要进行网络的投票 那还有党的组织 当然就是 因为我们有了理念 有了无私 在我们的党的组织改革过程中之后 一定要让年轻人 他们能够有机会 进到我们的党的组织来 扮演一些穿针引线 一些桥梁的工作 甚至扮演一些引导的工作 各位 没有年轻人 这个党是不会有未来的 而我们中国国民党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政党 所以说 我们的组织 要以年轻人 把它引进来 然后用网络 把它串接起来 让每个人在他的纲位中 透过这个网络的系统 透过严密的组织 透过开放的态度 可以让我们中国国民党 变成一个非常强大 而且健康的政党 海外的党员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在我们的中常会 还有一般的党的组织里面 必须保留一些空间 给海外的党员 让他们有机会 来贡献他们的心力 给这个政党 另外来讲 在投票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做到公平公正 让很多的党员 除了投票以外 他们有更多的管道 可以进到我们的决策体系中来 能够扮演他们一些智慧 一些对党的有意义的一些建言 所以说海外的力量 永远是中国国民党 最强硬的一个力量 海外国民党 是中国国民党 跟其他政党 我们最大的一个资产 所以海外中国国民党 绝对要在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提出的六大诉求 其中第五大诉求 就是包容 各位做一个人 包容跟慈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同样的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 有容乃大 如果你做不到的包容 你不可能变成一个泱泱大党 今天由于李登辉开始以后 有很多人因为对党的理念不一样 而他们出去了 有的成立了新党 有的成立了亲民党 还有一些变成一些无党级的人士 但是其中有非常优秀的人 我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以后 我刚刚讲过 我第一个会确定党的理念跟路线 然后我会用无私的态度 来采取提起领导 那面对这一群 离开的中国国民党的 这些人怎么办呢 那当然很重要啊 希望他们回来了 我跟大家讲 我会做一个承诺 如果我当前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我会第一次的中常会的时候 我会面对申中山 我会鞠躬三次道歉 我道歉什么 中国国民党背弃了我们自己的党员 让我们的党员离开了我们政党 所以我希望用理念 用我的包容态度 让这些曾经离开中国国民党人 能够再回到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怀抱 各位 现在的党员太少了 现在只有三四十万人 请问一下我们如何能赢的选举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党员越多越好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理念 有理念的一个党员 所以包容的态度就在于说 我们用各种的力量 我们用最高的理念 我们用一种包容的态度 让更多人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国民的怀抱 那未来的选举 我们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非常强健的一个政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ut my world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